你好 欢迎收看8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8月份的部落丰年季在花莲县镇境内 分别在周六还有周日陆续展开 而花莲县府原民处处长同时也宣导 人民会推动的13项政策 包括推动平普族证明、原住民自治和部落公法人等 要让部落族人了解原民会将推动的重大政策 原民会一号在全国原住民主政策高峰会报告当中 规划30名以上志愿人或是合法立案团体 可提出文化特征、客观记录以及族群认同等证明 申请民族认定 在行政院核定为新住民之后 即可向附政机关登记为原住民 花莲县镇政府原住民宣传处处长德国赛云 也在花莲县镇境内各部落办理布林基的时候 来宣导人民会推动实际上的重大政策 包含下项最重要的推动平补主政民 原住民知识和部落公法人 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央的原民会 那么有新任的主委 因为总统当选有新任的主委 那么最近也在重新整理中央原住民主的政策跟计划 那么总共有13项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能攸关未来4年到8年整个原住民族的发展 就针对前3项可能比较重要的部分 也请大家也帮忙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明年10月27号 我们有非常多过去的族人要回归到原住民的大家庭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平谱族群 那么原住民族在5月底的时候 人口数正是超过60万人 从20年前的34万人到今年突破60万人 那么明年底呢可能会突破100万人 就整个原住民的大家庭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平补主的证明跟法治化 会是这两年非常重要的工作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已经推动了25年的原住民族自治法 那过去五进五出立法院没有成功 那过去的四年呢也动弹不得 那现在呢要列为最重要的推动法律之一啊 那这件事情呢也有关原住民的前途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讲了非常久的部落公法人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部落领袖 部落组织啊都要法治化 虽然现在有部落核定 但是这个部落还是没有任何的权利跟公权利 或者他要执行的项目 但是呢成为公法人组织之后 他就是一个小型的自治团体啊 那今天总统一号也提出原住民族政策西南土的五大方向 包括附赠原住民族语言 增进原住民族健康 保存原住民族文化 培养原住民人才 以及促进原乡部落有序发展 希望每一族语言都能够恢复 每位原住民都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 并且认为讲母语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原住民的平均一命 相较全国国民的平均一命仍有落差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努力 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保存原住民族文化 台湾文化才能够完整 记者 江鸿一新想象不到